南非人繼續聚集在比勒陀尼亞醫院外 反種族隔離的旗幟性人物曼德拉正在那裡接受治療 仍處於病情危重的狀態 南非總統辦公室週四說曼德拉的病情嚴重 但晚間病情好轉 目前狀態穩定 較早時曼德拉的女兒說她的爸爸看來病情嚴重 但仍能珍開眼睛 對於觸摸也有反應 星期四晚間幾十人舉行竹竿首夜活動 向這位94歲領導人送上鮮花並傳遞支持她的信息 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五訪問南非表示她恬念曼德拉 並為這位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祈禱